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国内共有56个民族,其中汉族是主体族,其余55个民族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中有很多是跨边境的民族,比如朝鲜族、蒙古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等。 为什么没有日本族,以史为境,可以知心替,以人为境,可以明德诗,欢迎订阅真正历史,朝鲜、俄罗斯、越南等都和我国接壤,朝鲜和越南在历史上甚至长期作为中国的蜀国,借着地理上的便利。 这几个国家自古以来,便有大量民众进入我国境内,随后逐渐形成聚居地,发展出了特色文化,中国数千年民族大融合的趋势下一步不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说到这里,很多人发现日本的条件与这几个国家似乎没有多大差异,然而,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天然具有独立性和封闭性,现在通说观点认为,最初日本群岛上的居民,主要是由当地生活的土著居民和迁居而来的朝鲜三韩族人,东南亚马来人,以及战国时期的中国人,彼此融合形成的这些异国人或因生计,或因战乱,纷纷选择在远渡重洋寻找出路,最终汇聚在东亚这片岛屿之上, 与当地的土著共同居住生活成为如今大和民族的雏形,与此同时,民间还流传着一种说法,秦始皇当年曾经派徐福率领船队东渡寻找长生不老药, 而徐福带着童男童女和能工巧匠,最终抵达日本后便再次扎根,成了日本人的老祖宗,尽管这一说法带有传说色彩,但徐福东渡的确实实在在地为日本带去了先进的文化技术。 至今在日本仍享有很高的声望,不过,从秦一直到隋唐,由于大海的阻隔,中日两国之间一直现有来往,几乎没有日本人来到中国,难以像朝鲜人,俄罗斯人一样形成有规模的团体,隋唐十七敌却有日本人来到中国,但规模较小,且并没有形成有规模,有自己文化认同的聚居部落,唐朝时期,日本派出了十几批潜唐使来到中国学习, 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返回了日本,并将中国先进的法律制度和经济文化带了回去,只有少数人,如著名的中日文化交流者阿贝仲马吕,留在了中国,而这些移民完全被中国文化折服,所谓慕中国之风,以至于失去了自己民族的文化认同,完全融入了中国,日本与中国的下一次接触要到明朝中后期,彼时的日本人已经不再是当时恭敬的留学生做派, 而是成了东南海域上祸害一方的倭寇,他们在福建,浙江等地烧杀劫掠,即使少数来到中国居住的日本人,也被中国社会所排斥,不可能再次形成稳定的聚居状态,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逐步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也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其实我们能看到,大和民族从最初开始便有一种势强凌弱的特殊民族文化,他们向强者学习来加强自己,在古代,他们向先进的唐朝的学习过, 在近代,他们向发达的美国学习过,并且都无一例外地使自己得到了全方位的提高,这种牧强心态本无可厚非,然而,当自己强大起来之后,日本对于不如自己的国家,又具有强烈的进攻性, 从明治维新之后,朝鲜便一直是日本垂涎三尺的目标,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需要,恰好迎合了日本的民族性格,而首当其冲,遭到日本侵略的,自然是他的东亚邻居们,中日甲午海战,日俄战争,使得朝鲜沦为了殖民地,中国的台湾和东北地区,也被日本染指。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妄图从根本上灭亡中国,在战争之余,还采取了大量意图瓦解中国根基的行径,日本将大量民众迁到中国东北等地,试图通过移民和同化来稳固统治地位。 1945年,日本战败了,大批日本侨民被遣返回国,当然,由于人数众多和身份甄别的技术难题,确实存在不少漏网之余,但由于两国之间水火不容的关系, 留在中国的日本侨民不会主动透露自己的日本人身份,况且他们其中大多数已经在中国榨下根,与中国人结婚生子,完全融入了中国社会,失去了日本人身份,在历史上,俄罗斯族、朝鲜族、京族等的行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些民族持续性,有规模地迁入我国境内,从而形成聚居团体。 近代的时候,中国是有很多残留的日本人的,尤其是东北地区,这些人怎么办呢?让这些人留在中国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人之中的绝大多数都被遣返了。 这是国共两党的一致意见,不过中国人很善良,没出现欧洲那种大规模报复德意志人的事情,但也并不是都遣返干净了,有些日本妇女就留在中国,后来还嫁给了中国人,而有些孤儿则被好心的中国人收养,还有一些被我党改造成功的日本技术人员留在这帮助中国建设。 那把这些人算一个民族可不可以呢?显然也不行。 首先国籍问题就是个麻烦事,此外,如果把这些人认为定为一个族群的话,那对于中国人来讲,情感上绝对无法接受,而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也非常尴尬,即使他们后来有些人加入了中国籍,也是被定为规划,绝不可能把他们定为一个族群。 没有缅甸族,有些邻国并没有明确的主体民族,例如印度最大的民族印度斯坦族只占其总人口的约46%,而阿富汗最大的民族普什图族只占其总人口的约40%,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中,所有少数民族人口加起来超过了最大的民族。 实际上,这些国家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主体民族,只有相对最大的民族,在我国,也不存在印度斯坦族和普什图族。 在尼泊尔这个拥有130多个民族的国家中,不存在绝对的主体民族,人口最多的民族是尼瓦尔人,而在我国的56个民族中,虽然不存在尼瓦尔族,但达曼人可以被视为与尼瓦尔人有亲缘关系的群体。 达曼人原本是部分尼泊尔人来到中国西藏后与当地藏人融合形成的群体。 他们说藏语,写藏文,信仰藏传佛教,唯一与当地藏族不同的就是他们的外貌特征。 虽然有一些族群人口数量多达数万人,如川青人,阁家人,摩索人等,但他们并没有被认定为独立的民族。 相比之下,只有200多人的达曼人就更不可能被单独认定为民族,因此他们加入中国籍后被归入藏族。 不丹最大的民族不丹族约占该国人口的一半,其他民族加起来约占另一半。 我国的56个民族中并没有不丹族,但是不丹族与我国的藏族有着深厚的渊源。 不丹人的祖先在17世纪迁移到了不丹,他们是藏族的一个分支。 巴基斯坦的主体民族是庞哲普族,约占全国人口的63%, 而在我国56个民族中,并不存在庞哲普族这样的民族。 日本的主体民族是和族,占全国人口的98%左右。 历史上,和族人曾进入中原并定居下来。 如著名的潜唐室阿贝重马旅。 然而,和族在中国从未形成过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认同。 这些零星分布的和族人大多已经融入到了汉族中。 因此,如今的中国56个民族中并不存在和族, 毗邻我国云南省的缅甸是一个民族关系复杂且充满矛盾的国家。 长期以来,缅甸的少数民族武装与政府军的内战频频建筑暴端。 缅甸共有135个官方认可的民族。 其中,缅族占全国总人口的68%左右。 其他少数民族的占比大致如下。 胆族占9%,克伦族占7%,孟族占2%,克钦族和克伦尼族占1%,钦族占2%,若开族和华人占3%。 此外,还有部分印度人——孟加拉人。 但缅甸官方并不承认华人。 印度人和孟加拉人为法定少数民族。 据国际普遍认知,缅甸99%以上的人口都源自中国的移民。 缅族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的藏免语族,与我国的汉藏等民族同源于古枪族。 除了缅族外,缅甸的少数民族也与我国有着深厚的渊源。 例如,国杆族实际上是缅甸对本国汉族的称呼。 在缅北地区,胆族与我国的歹族、克勤族与我国的景坡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亲缘关系。 此外,缅甸境内还居住着瓦族、德昂族、利宿族、拉户族、苗族等与我国存在亲缘关系的少数民族。 缅甸与中国接壤的一线地区的民族多与中国有亲缘关系。 如国杆族对应汉族、胆族对应歹族、克勤族对应景坡族、瓦族对应瓦族。 但是,与中国有渊源的缅族却在中国境内未形成大规模分布。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缅族作为一个民族群体,在中国未形成大规模分布。 而不是说中国境内没有单独的缅族人,中国境内可能有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等。 但是中国境内并没有英格兰族、法兰西族、德意志族。 中国拥有56个民族,但缅族并未包含在其中。 这是由多种历史、地理、文化、政治因素导致的缅族的祖先来自于四川和西藏交界处的一个藏缅羽族部落。 现在的缅族与汉人、藏人一样都是古腔人的后裔。 然而,古腔人在南下过程中已经分化成许多不同的民族除了缅族外。 如今在我国云南地区以及缅甸,泰国境内许多民族都有古腔人的血统。 缅族在南下后主要分布在缅甸中南部地区,缅北地区现今居住着国感、瓦族等多个民族。 他们并不属于缅甸,在英国殖民时期,缅北被划入英属缅甸,而缅族的市居地距离中国边境还很远。 因此,中国境内不存在缅族也就不难理解了,现在的缅甸国家是缅族扩张的结果,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他们与彪族、孟族等多种民族融合在一起。 而留在中国境内的藏缅与部族则被汉、瓦、景坡等民族吸收和融合。